市長 總經理 Mr.Churcher and 周老師好 非常感謝周老師 以下呢 我就今天的主題來進行報告 首先我想講的是 因為這個公證轉型的範圍 已經可以說是超越了低碳轉型 這是一個範圍 因此呢 今天來討論這個公證轉型金融 這個對我國的永續金融發展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主題 那麼我國2050的這個進行轉型的四個 策略目標當中呢 包含能源轉型 產業轉型 生活轉型 以及社會轉型 那麼其中呢 能源跟產業的這個轉型的重點 是這個低碳 那麼目標呢 是制定各個產業部門的能源轉型方案 那麼透過經管會所制定推動的永續經濟活動 認定指引來引導我們能源的這個供給 以及產業的這個製程設備使用的一個 簡單的轉型 那麼在生活轉型跟社會轉型的重點呢 就是這個公證轉型 那麼目標呢 是要來制定這個社會資源 以及勞工弱勢的這個公證轉型方案 那麼也就是說呢 在淨零轉型過程當中呢 會這個衝擊現有的這個經濟結構 以及社會的分配呢 必須要來協助 或受轉型的這個有負面影響的這樣子的對象 或者族群來建構一個更具有公正性 以及包容性的這樣的一個轉型的機制 不過近年呢 這個公證轉型呢 所探討的議題喔 已經從過去的勞工 舊業 社區 那麼逐漸的來擴大到更廣泛的那個區域經濟結構 那麼氣候正義的推動 包含自然生態環境 以及土地 基礎設施的使用 社會資源的分配 產業轉型 區域再造 以及消費者權益等等的這個相關的議題喔 也就是說這個策略目標範圍喔 已經更加的這個擴大 那當然我國已經 目前已經這個 規劃了這個近年公證轉型的一個 關鍵這個戰略路徑圖 那麼我們的氣候變遷因應法呢 也將這個公證轉型 也納入了這個推動溫室氣級減量 以及氣候變遷調適的一個工作項目 那麼可以說呢 這個公證轉型 跟這個近年轉型喔 已經 這個合而為一了 因此呢 在這個階段來討論 公證轉型的策略 可以說是更為的重要 那麼事實上呢 公證轉型呢 在產業面 社區面 勞工面 以及消費者面下 都有需要達成的公證轉型目標 那麼在產業面呢 是應用 我們的這個 綠色智慧的科技 透過協助傳統的這個產業簡單轉型 不僅呢 這個降低供應鏈劣勢 並且呢 幫助我們的這個傳統產業 來創造新的這個競爭力 達成結構上的這個公證轉型 那麼在區域面的這個部分呢 兼顧轉型過程當中 生存權益受到衝擊的一個區域的生態 那麼當地的住民的生活環境改善 以及弱勢補貼 並且呢 也協助區域能夠重獲這個競爭力 達成這個生態上的功能轉型 那麼在勞工面呢 確保這個氣候變遷呢 衝擊計業員工的這個健康 失業 產業轉型過程當中的成果 要進一步的來保障這個勞工的權益 還有技能轉型來創造更多的這個就業機會 以達成我們社會資源分配的一個公證轉型 那麼在消費面呢 也引導社會要能夠更重視 這個永續消費 以及減碳的這個綠生活的一個模式 那麼保障低碳消費的權益 來達成消費認知的一個公證轉型 那麼上述的公證轉型呢 包括倡議 包括基礎設施 社會創新性的這個專案 這都要匯集這個公司的合作的一個資金 來擴大影響力 並且能夠降低這個資金成本 因此呢 透過所謂的這個混合金融的這個模式 Blended Finance 來推動公證轉型的金融 也就是運用所謂公部門的這個催化性資本 Catalytic Capital 來結合 帶動我們國內外的民間專業的資金 來參與這個創造就業 這個協助弱勢族群 以及產業的轉型 那麼去年底的COP28呢 在混合金融已經引起了各方的這個熱烈的討論 那主要可以結合混合金融的資金類型 包含這個影響力投資 包含這個創投 私募基金 主權基金 家族辦公室 以及跟國際金融機構合作的這個共同融資 Cofinancing 等幾種的這個類型 那在國際上呢 採用的這個工具呢 包括加成融資 以及這個公共基金的利息 補貼的這個融資 那麼連貸 國際機構 對於私人的這個專業機構 的一個這個平行貸款 以及目前這個 這個在相當熱門的這個趨勢 也就是轉型債券 Transition Bump 另外呢 還有包括保險業的資金 信用保證基金 政府呢 銀行提供給產業 而且用於確保有助於社會轉型 而且具有市場的這個 這個產品能力的這個這個融資 那麼另外還有技術合作的入股投資等等 因此呢 如果能夠結合 這個公共跟民間這個混合金融的模式 那麼來吸引更多的私人基金 能夠這個分攤私部門的基金 這個資金的風險 那麼也提高民間來參與 汽油變遷因應 以及能源轉型 淨零轉型相關的一個 基礎建設的意願 那除了混合金融之外呢 銀行業呢 應該如何將公正轉型導入 他的經濟策略 那麼剛剛其實Mr.Church也有 這個非常詳細的說明 那這個部分 參考這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 金融倡議組織 跟ILO發布的這個 公正金融轉型的路徑圖 那麼我分幾個部分 來再做一個重點說明 首先在基礎的部分呢 銀行業呢 要先來評估這個減碳轉型 對社會跟就業 以及本身營運環境的一個 整體的影響 那麼在內部呢 設定這個業務目標 或者行動方案 透過董事會來進行控管 並且呢 並起的對外揭露 執行的進度 那麼另外在治理的這個 方面的重點呢 除了董事會共管 高階決策這個階層呢 提出這個人力資源 職務分配 以及專業技術養成的相關的計畫 來設置 公正轉型策略執行的 跨部門的這個任務功能 單位 那麼在執行方面呢 銀行業呢 全面的來檢視現有的客戶 公正轉型的一個需求 風險 以及呢 潛在的產品開發的這個機會 並且呢 將公正轉型 導入到金融商品的開發的這個流程 甚至呢 跟客戶共同來開發屬於社會 產業 勞工 區域 消費的這個公正轉型 創新模式的這個金融工具 那麼開發一個 在地化 本土化的這樣子的 公正轉型的金融服務 即商品 那麼在融資條件的設計方面呢 跟公正轉型相關的要求 跟這個激勵的措施 能夠納入這個融資契約 那開發 例如這個公正轉型機效的連結貸款 將這個 將這個員工新技能的這個訓練的方案 那麼財產品的製程 那麼財品的製程 那麼財品的製程 這個管理的這個控管的機制 從這個創新融資的 技術的這個層面 那麼來融入 公正轉型 那另外呢 銀行透過這個禁止調查 來建立資料分析的一個資源 評估 客戶 那麼進行公正轉型 以及解決相關風險的一個進度 跟能力 那麼 銀行業呢 在內部呢 建立這個 這個風險的內部控制 衡量的這個監控機制 並且呢 將這個公正轉型的執行成果 能夠納入 永續報告書來予以揭露 那麼最後呢 在人才培訓的方面 包含這個別內培訓預算 那麼讓員工具備 包含這個重大的產業 地區的利害關係 那麼分別進行這個公正轉型 所需要的一個技能 以及相關的這個知識 那我想上述牽涉有關 勞工跟人權的一些 基本原則跟這個 禁止調查 環境跟社會企業指南等等 這部分當然都可以參考 聯合國OECD等國際 相關的準則來設計 來設計 納入公正轉型 因此的這個 相關的金融商品 跟服務的一個設計 那麼接下來 在議合的部分呢 透過呢 包括股東 勞工 弱勢族群 社區 以及上下游企業等等 跟利害關係的人 一個溝通 對話 把利害關係的人 回饋 跟這個觀點 可以納入 設計 公正轉型 連結 貸款 等相關的一個 金融商品 服務 以及風險共產機制 那麼對於 氣候變遷 減碳影響 財務經營的一個 這些企業 例如就是說 新能源基礎設施 對這個 當地的社區 造成影響的 這樣的 企業受信戶 分別的 能夠來設計 這個動態的 這個議合的機制 那根據這個議合的結果 來調整 融資的 年限條件 以及利率 那麼去年呢 金管會也指示 由經營院政機會保護中心 來推動 國內首次的 這個永續金融評鑑 那麼這個評鑑呢 目前也是 受到我們 國內金融基督的一個 高度的重視 那麼在去年底呢 也在發佈了 這個第二屆的評鑑的指標 目前也在進行當中 那事實上呢 我們觀察這個 評鑑指標呢 當中呢 也已經逐步納進了 這個公正轉型金融相關的 評估指標 包括鼓勵客戶 以及金融機構本身 將資金 以及內部經營的策略 導向更公正的一個 轉型過程呢 所需要的創新技術 調適的計劃 或議合能力 並且呢 將它納入 經營的決策 也符合這個 COP28公正轉型 這個路徑圖 所揭示的一個 發展的方向 那如果從評鑑發佈的指標 的內容來看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呢 是這個客戶層面 例如呢 銀行業呢 在鼓勵客戶推動 自然生態保護上 要採取相關的作為或措施 那麼是否呢 提供呢 提供包含公正轉型在內的 我國關鍵戰略 產業 這個投融資商品 以及服務 以及呢 是否參考 警管會 永續經濟活動 認定指引 參考指引 來揭露 跟這個 這個被投融資的企業 進行議合的一個情形 那第二個呢 是這個金融業本身 那指標的重點包括 就是說 評估影響利害關係的 重大性 永續議題相關的 財務風險 並且呢 採取因應措施 那麼 是否呢 將提升社會 或環境的一個 正面影響力 納入投資決策 以及呢 是否用創新的 商業模式 來推動 永續發展的業務 並且 要求銀行業 設定一個 針對弱勢的 中小企業放款的一個 這個 關鍵技巧指標 同時呢 評鑑指標也要求 銀行內部的 績效考核 薪酬結構 升遷管理 以及提升 氣候變遷的這個任性 促進 永續發展的績 來予以連結 那麼透過呢 職務跟薪酬的反應 永續績效的目標 並且呢 能夠具體的定定 永續人才的培育計畫 那實施 總監市 高階主管的一個 訓練 促進我們 經營階層 跟員工 融入 這個轉型 那麼利害關係的方面 是要求 要揭露 定期溝通 跟回憶等情形 那當然 金融業也要 提拨盈餘 或編列預算 作為員工轉型計畫 以及轉型技能的運用 那麼 由董事會 來督導 定定 永續發展 相關的內機內控 法尊 以及封管等 具體的措施 那麼把公正轉型 能夠融入 這個企業本身的一個文化 那最後我想 推動公正轉型金融 是希望 在確保 不影響對低碳 氣候變遷 跟自然生態保護 採取行動的這個速度 同時呢 也能夠以資金的力量 來導入 這個經濟 跟社會層面 更多元 角度的一個 公正轉型的衡量指標 那麼 由上而下 融入 金融業本身的企業文化 能夠建構 這個 產業 跟社會的一個 新的生態系 那麼朝向更公正的這個 淨零轉型目標 以及 永續社會的價值 以上呢 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各位